~~~ 哎 對 就這些 這些照片 不是在在你電腦裡嗎 怎麼就傳到網上去了呢 那個 神月啊 我一貫認為 就是這些照片呢 他 是可以也不用被删除的个人的回忆 但是 但是如果他是被传到网上去公出一众 这他过了点吧 你觉得是我传的吗 那谁还有这些照片啊 你媳妇有那么欠吗 满世界的散自己的离婚式 不是 不是什么呀 我没回应 没回应 我就是说吧 你 你说 办公室 你想想是不是哪天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忘了关自己这个电脑主页 然后让别人就乘去而入四季破坏 我们办公室的人跟你们还真不一样 每天喜欢勾心斗角的 我就说去 有人乘去而入嘛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对啊 我不看回首的历史被曝光 怎么我不着急呢 你上寸下条寸怎么回事啊 不是 特厚恼吧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什么叫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 现在是别人要搬起石头砸我了 嗯 真的 是真的 王大鹏 我跟他说我放手了 他很开心 我很难 时间会重担一切的 相信我 大鹏 老师有一个忙需要你帮 可以吗 你的电脑被入侵了 是 重病毒了吗 有人又很难 黑客软件入侵了你的电脑 从相册盗取照片 然后传到网上 不过入侵者是最初级那种 很容易被找到 你的IP已经复制在我U盘上了 只要他再入侵进来 我就可以通过谷歌地图 查到他的位置 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那太好了 大鹏 我觉得你绝对是一个有魅力的男生 以后会有更好的姑娘喜欢你的 相信我 沈老师 你有点虚伪 你喜欢荔枝哥可以 别人带着喜欢我也可以 但是 你动用我的私人藏品 是不是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呢 那天早上 看到你跟荔枝哥爱爱美美的 就觉得有问题 就觉得有问题 成练 偶遇 谈不上爱美吧 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背英语 她来之前 从未见你成练了 好吧 这句话题 所以 我就很好奇 就想看看 没想到 那天早上 你们俩真有意吞 注意吞吞 还有过婚姻 沈老师 其实我挺生气的 你们每张合影都那么甜蜜 可你们离婚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你嫌她穷 还是为院长第三者插足 所以 我就把你们的照片放到了网上 希望 会有人来解密 其实结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两个人有爱情有冲动 他们就可以结婚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 离婚就不一样了 离婚需要两个人深思熟虑 需要两个人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才能做决定 因为离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 我觉得沈老师说得太精彩了 没有必要记下来 可能以后有用 你这样的调侃 好像太不尊重 你上一段婚姻了吧 找电视换吗 可以吗 我之所以敢调侃自己 是因为 好 疼 但是有好运来 开始的时候 其实 我们跟你一样简单 有时候越是简单 越是不把事情相复杂话 让对方累 也让自己累 所以通过你这件事 我倒觉得 我可以回过头来好好想想吗 你想清楚答案 会告诉我吗 那要看你是不是我朋友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你今儿呢 厉害哥 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带小头 你知道 网络有的时候 会把整个事件 弄得很复杂 这原本是一件好的事 可是现在 搞得所有人都很麻烦 是 真的很难看 所以 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能放弃今天高考 离开这里 让风浪自己平息掉 我相信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包括万一学院 乃至整个事大物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霍卫林 如果你向他屈从的话 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你 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你 你凑了 这个男的真不需要 回来了 吃饭都没有啊 你为什么请他啊 不觉得是自己猥琐吗 这又是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那个霍卫林的事吧 有点复杂 你就是丢盔弃甲 无力收入惊王不堪 所以采取了卑鄙的手头 霍卫林怎么女的 不怪你这傻疤 我跟 我跟霍卫林有没有在打仗 是不是 根本不存在丢盔弃甲之说 我只是在做通盘考虑 你说毕竟在榜上 被曝光出来的人是你呀 对啊 被曝光的人是我呀 我都没觉着丢人 你来什么劲啊 再说了 学校的同事大部分都知道 我们俩是二婚 你能丢什么人啊 不是 你们俩怎么能偷起这事来了 不是吧 这事跟您真的是没关系 对 这事只跟他有关系 他让自己玩现眼了 陈云 什么 当着孩子的面说话 能不能注意他 我说什么呢 你说你说什么呢 你说你说什么呢 你敢做 为什么怕人说呢 咱俩能不能进屋再说 小语啊 那个 你们能不能带孩子先进屋 能 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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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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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倒头就睡了 干吗了这是泪成这样啊 火车嘎腰嘎腰的还特别挤 你 有快客不坐飞坐什么火车呀你 高速公路总出事怕了 你回来干吗呀 想你了 才不信 爱信不信 你说这个晨晨 也不写封信 把老公给忘得多 她还问我你有没有电话呢 我说你吧 让你学电脑你也不学 现在人家都是电子邮件 谁还写信啊 哎呀 我明明不会电脑嘛 照顾落后的人 我看国家也别发展了 说话太呛人了 谁呀这是 来 你跟晨晨不在 我一个人闷得好 所以就开个麻将室 反正咱家地儿也大 来 现在才来啊 哎 这个老张今天怎么没来啊 一会儿就到 对 对 老板娘 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 缺什么跟我讲啊 真 每天跟莫佛姐他们做顿给饭 闲着也闲着呀 再说了 要缺人的时候我还上去 打两圈 您以前也是引领时尚的人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了 一个做了半辈的梦的女人 想落地不可以吗 没什么 没什么 只要你高兴就行 没事 这么早回来了 好 那个 爸 妈 您能不能先带着凡凡去公园玩一会儿 我有几句话跟沈宇说 能不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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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我们玩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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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呢 他们去公园了 都出去了 这 这豆也没接完呢 沈宇啊 那个 我 我问你个事啊 有一个叫戴晓彤的女生 历史系的 你都答应过她什么了 什么呀 她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说是你 沈宇老师 答应对她讲述一些你跟丽智哥之间的故事 而且她现在专门开了个窗口准备连载 现在网上是一片期待啊 是吗 这孩子 不是你笑什么的 这真是你做的吗 怎么了 你这么做就过分了吧 你有什么权你这样干呢 我自己的故事 跟一个跟我当年很像的女生分享怎么了 有问题吗 可这些是你的隐隐私啊 对啊 是不是我的隐私 是不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啊 但是她让我很难看了 你 你不知道啊 现在学校里传的已经沸沸扬扬的了 一堆人倒着看笑话 她让我很难看了 你终于承认这是一场尊严的游戏了 对啊 这就是场尊严的游戏啊 你的丈夫尊严受损 那么你就有义务站出来停止她 而不是再去添柴家伙 你是始作俑者 凭什么让我给你擦屁股呀 因为你是我老婆 你不是她老婆 卫明 干什么 本来 生活挺平静的 你非要把事端挑起来 现在戏眼砸了 你但凡低个头认个错好好说话 这事也就翻篇了 你居然跟我吼 你现在需要跟你老婆吼才能找到尊严了是吧 那我告诉你 你连这点尊严都别享有 不是 你干什么的 沈宇 沈宇 你别闹了行吗 你一个大男人 你一个大男人 你别跟小孩子一样行吗 好 那我告诉你 我想好了 我要跟你私奔 私奔 对 如果我们私奔了 会有一堆人封掉对吗 对 所以 我已经让很多人封掉过了 让他们再封一次又怎么样呢 你多大的人 你别跟小孩子一样行吗 你一个大男人 可不可以 不要老跟被人结色了一样行吗 小时候夜下就说我骨子里是流氓 没错 别让我来劲 但凡我来劲的话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反正是我明显挑起来的 你想闹我就陪你闹呗 你别刀刀刀地给自己装胆 你不相信我什么都豁得出去是吗 就像你不信当初 我们会以离婚收场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已经说好了 谁都别再追究过去 正好戴晓彤想听我们的故事 那我就在老故事的基础上 和友情送他一个新故事好了 走 戴晓彤 那个女生 我以本正经地跟他谈青春 心里却在嘲笑他 我为什么要嘲笑他 那岂不就是在 嘲笑曾经的自己吗 知道吗 知道吗 我真的很想整理出来以前的故事 给戴晓彤 也给我自己 可我很难过 我记得过去的每一件事 却记不起当时的心情 请不吝点赞 打赞 predicted